被生产的新流感疫苗渴望在10月底提早开打 华尔新闻独家进入生产疫苗的救命实验室 来植集疫苗制作的完整过程 必须要经过12道程序 5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一支救命疫苗 经过严格筛选的无菌蛋 颗颗结巴整齐排在蛋架上 由身穿无诚意的工作人员推进检验室 这颗蛋它的血管算 我们刚刚有点气势是下沉的 这一口的话我们会把它就是调起来 黑暗的空间 节员人员用灯光把不合格的蛋先挑出来 接着把蛋送到病毒接种室 先在蛋上喷洒消毒液 用接种针把病毒注射到蛋里头 自动接种机的接种针组 会依序把病毒注入配胎蛋内部 从这一道程序开始 完全都在无陈无险的环境中生产 工作人员都穿着高等级的防护装备 隔绝一切污染 将使用自动照弹机进行培养结果检验 无法通过检验的蛋 将由自动照弹机的吸盘组件自动移除 注射病毒之后的配胎蛋 经过红外线检查不合格就淘汰 接着冷却过程 最后的步骤当然重要 必须把从胚胎蛋里头萃取出来的尿囊液 经过澄清过滤浓缩 至少50天才能完成新流感疫苗采收 整整12道流程完全不能出错 预计10月底就可以先生产500万剂疫苗 经过人体试验后 就可以提供给民众施打 记者张力军张春风 台中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